奮进爱花莲110学年度第二学期 奖学机的颁发活动 6号上午由市长渭嘉贤 透过校方转正给获奖同学 这次包括有花莲市公所慈爱基金 及爱花莲爱新文化艺术基金会 128个人获奖 总计发出了21万8400元 受到疫情影响 花莲市公所原定为公开进行的奮进爱花莲 奖助学金颁发作业 特别改为各校个别办理 而市长渭嘉贤在6号上午 则在思劳客长小职位的陪同下 分别前往国立花莲高工 及东华副校颁发奖学金 由花工校长黄鸿颖 及东华副校校长包明君 替学生代表接受 我们非常感谢市长对于孩子学习上面的用心 我们也期待这波疫情赶快过去 让孩子回到学校里面来 跟同学们一起互动 跟老师一起实体的学习 那我们也希望说每一个孩子 拿到奖学金之后 能够买自己希望买到的东西 那不论在课业上或是运动上面 都未来都能够有所精进 那再次的也要谢谢我们所有的朋友们的支持 还有学校端对于疫情期间 对孩子上课的一个照顾 那再次也要恭喜我们这些获得奖学金的孩子们 希望他们为自己的人生 为自己的方向继续努力 然后我们会永远的来支持这些孩子 因为无法从市长手中 亲自拿到奖学金 花工的同学们还特别手写卡片 表达对施工所及委市长的感谢 而这次包括有花莲施工所慈爱基金 以及爱花莲爱新文化艺术基金会 总计发出218400元 有128人获奖 为嘉賢也期盼每个孩子都能发挥自我潜能 奋发向上成为自己生命的舵手 也能以正能量来影响周边的同侪 最亲爱花莲 记者徐立琴 花莲市报导